在我的世界里一直溜穿了些清清怪怪的穿梭 比如咱们今天要讲的四位老哥好朋友推出游戏之后 却还能看到好朋友在游戏里面的诡异穿梭 据说这个诡异穿梭咱们国内玩家也遇见过很多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 好朋友们明明有推出游戏的 却还能看见好朋友们的身影 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就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穿梭的视频 如果你是男孩子请打个1 如果你是女孩子请打个2 打1的保护好打2的 最后就是大家不要忘记长按点赞支持下主播 由于今天是61 老哥邀请了很多好朋友来和他一起玩游戏 可以看到极乐融融 消极空很热闹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说句话 大家一起生存建造砍木头收集资源 非常温馨美好 不过大约玩了三小时之后 小美说有点累了 说着说着他就退出了游戏 另外几位小伙伴看到小美离开 他们也想休息一下 然后都快速的退出了游戏 可以看到左下角黄字 一共显示了四个人退出了游戏 现在福气里面只是一下老哥 还有阿坤好朋友了 老哥很开心 还有阿坤陪着他 要是阿坤退出游戏 我估计老哥也不想玩了 很快游戏到了晚上 老哥想去参观一下 其他好朋友建的房子 说着说着就来到了小美家 小美家的旁边就是他们一起见到的天台 之后老哥就开始参观小美家 他这个大房子建的都非常的温馨 这边还有附魔台 随后好朋友和阿坤 一直在这个房子里面一直聊天 他们聊个没完直接聊到了天天 两个人一起看日出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多亏阿坤一直陪着他们有退出游戏 阿坤刚走出去没几步就愣在那里 他说他看到了其他窝家 这就让老哥很疑惑 现在福气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 哪里多出来的窝家呢 而且在此期间并没有看到人冲击加载进来 老哥以为阿坤看错了 所以都没在意了 不过老哥正在喂牛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他看在山头上有一个人 可以确定那个人不是阿坤 不过就在老哥一会头的那一瞬间 那个人又不见了 老哥立马和阿坤说 我也看见了歪家 然后阿坤回了个What 看了阿坤并没有看错 这个福气里面确实还有其他的存在 但是老哥查看的福气日志 并没有其他歪家加载进来的记录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阿坤给纳斯为朋友发了个消息 他们在说他们在睡觉 那就奇乐怪的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福气只有他们六个人知道 然后老哥在想可能是阿坤在戏弄他 所以并没有在意这件事 不过老哥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屋里有一个人 不过一瞬间就消失了 咱们慢放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头上有一朵花 可以确定这不是阿坤 老哥现在就非常的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哥和阿坤想这件事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个人影跑矿洞里面去了 然后他们俩的都开始追 追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那个歪家没有名字 然后呢跳下去了 跳到了烟墙里面 并没有出现谁谁谁在烟墙里试图游泳 这就让老哥还有阿坤更细思疾苦 在返回地面的时候 阿坤说他不玩了 说的就直接退出了游戏 一句废话都不再说的 这让老哥更加的崩溃 老哥一直在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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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阿坤走了之后 老哥只能孤军奋战了 在走得不远之后 发现了有一个牌子 老哥上去凑进去一看 上面说你中陷阱了 然后突然阿坤出现 然后之后又出现了其他的我家 OK兄弟们 你们遇见过这种事吗 你们遇见过的可以在PV区 扣个1好吧 阿坤